开餐厅也可以做公益 不是拿利润捐钱 而是为弱势的孩子提供创业机会 这间延长寿侄子开的乌龙面店 真才手众孝顺 偏想和单亲的孩子优先录取 培训完成之后送回故乡开店 他的创业目标就是要帮助一万个年轻人 我是Angel 我今年25岁 我的梦想是带领一群有活力 有梦想的年轻人开创最幸福的餐饮宴 从高中的时候就想要在 我家就是壮围那边 可能是餐厅或者可能像补习班 我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让 我们附近的小朋友 下课之后可以到我那边休息 这样子他们就不会去飙车啊 去吸毒干嘛的 开什么店好呢 Angel找到的答案是一间乌龙面店 到晚 我想我们一开始创办的目标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一万个年轻人 他们都可以回到家乡 然后去开一家属于他们自己的店 想帮人得先找到成功方程式 头感温顺滑溜的汤乌龙 加上清甜的昆布汤头 连林怀鸣也未知倾倒 颜辛庸苦苦求了八个月 才打动乌龙面大师康幸何广 在台唯一的传人杨世章 将秘诀请您相受 现在就是指导他让他厚薄 更理智一点 最难的是把面团感到厚度均匀 扎实方正 师傅领进门 修行全靠个人 我觉得智伟好的地方是 他的运动性很强 对 阿美族 阿美族 智伟才来两年 手法以针经手 刀起面落 散开时的韵律像在跳舞 家境不好 或者单亲 或者部落的孩子 这三种对象是我们的首选 那如果你对父母不够孝顺 请你不要来 因为我们要找的是孝顺的孩子 因为你帮了他 等于就帮了一个家庭 面条下锅要计时 起锅用冰水洗浴 造就冷面的轻盈Q弹 淋上特条酱汁 清爽中有柚子的香气 很简单的 用托盘上茶味不会 所以就自己回家 都一直拿托盘走来走去 Angel披了两年 就当上20名伙伴的店长 最小只有16岁 六成来自单亲家庭 公司供两餐 有宿舍 有社团活动 孩子们都相信 在这里只要肯努力 等于进了开店保证班 那我们就希望帮助他们 不用出资 他就可以成为公司最大的股东 那如此他就把这个店 当作是他自己的 他改善家庭 他有能力站得起来 他也有能力在帮助人 最近我们有创了面包店 还有面包餐 咖啡厅的部分 就是希望说有多品牌 让他们可以不同的发展 严信雍已经在台东巷中地点 准备送志伟回故乡开店 创造就业机会 Angel的五年计划 则是回宜兰开观光工厂 让大人小孩一起来吃面 碗面团 他还有个更大的梦想 我办就是在训练成 各个都可以当独当里面的店长 他要带一万个 那我可以带一千个 不要等到我赚很多钱 才愿意帮人 而是现在当下的每一天 能够让这些孩子 把爱不仅传下去 也能够传出去 影响更多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